亚西安成员国防长表明 将以坚定和一日的立场 对付恐怖主义的威胁 亚西安国防部长结束在 马来西亚弗罗交易举行的 第九届防长会议 十个成员国防长一致认为 伊斯兰国组织对区域和全球构成威胁 成员国在联合声明中誓言 将对付恐怖威胁采取共同回应 包括分享情报和讯息 加强预警和互相通报 并促进民众对激进主义威胁的认识 我国将在今年四月举办座谈会 与东亚峰会与会国分享 应对自我激进化和宗教改造方面的心得